沒有想到 在3月17號的時候 國民黨籍內政委員會的招委 還是張慶忠先生 他在一片混亂的時候 他宣布開會 宣布散會 宣布服貿協議 已經視為完成審查 在這30秒的時間當中 我們可以確定的是 服貿協議沒有經過任何的討論 沒有經過任何的審議 只因為一個人 他覺得可以適用立法院職權行使法 針對行政命令審查的規定 三個月沒有審查完成 視為完成審查 他就片面的宣布 服貿協議已經完成審查 面對這樣子的狀況 我還記得非常的清楚 3月17號的晚上 在台灣所有的媒體 所有的媒體 大家似乎都接受了 這個既定的狀態 所謂既定的狀態指的是說 我們的行政院院長將一話 他出來 對於張慶忠先生 這樣子審查的結果 表示欣慰 同時表示感謝 在另外一方面 很多在這過去九個月 對服貿協議的研究 對服貿協議意見的收集 耗費了非常多精神 時間的學生 老師 律師 以及許多NGO的朋友們 大家是既錯愕 又憤怒 完全沒有經過 任何討論的情況下 怎麼可以把服貿協議 視為已經完成審查 對於我們來講 3月17號的那一天 台灣 台灣的民主 已經被逼到懸崖旁邊了 我們退無可對 看到在輿論上面 在媒體上面 出現的現象 彷彿整個台灣社會 都已經接受了 服貿已經視為完成審查了 我們接下來 剩下的問題 只剩下 他什麼時候到院會報告 這整個 國會審查的程序 就結束了 所以 在3月17號 那一天晚上 我們在立法院門口 開完了記者會 抗議這樣子一個 違法違憲的 國會審議機制之後 幾個學生 跟我 還有蔡培惠老師 我們在立法院附近 的一家茶店 坐下來 我們在思考 接下來該怎麼辦 接下來該怎麼辦 要透過什麼樣的方式 才有可能 阻止 影響我們大家的未來 這麼重大 在整個審議的過程當中 徹底的掏空了 台灣過去這二三十年 建立民主憲政的努力 這樣子的核心價值 我們要怎麼把它擋下來 因此 在那天晚上 我們做了決定 既然 國會 沒有做 他們應該要做的事情 既然 台灣的民主 已經被透過 這麼粗暴的方式 給摧殘了 我們 退無可退 別無選擇 我們決定 用佔領立法院的方式 來告訴這些國會議員 整個代議政治 整個立法審議的表現 你們背棄了台灣的民主 你們犧牲了台灣的核心價值 接下來發生的事情 我相信各位 都已經 在媒體上面看到了 我要跟各位說明的是說 現在 朝野黨團 以及 絕大多數台灣的人民 都認為 張慶忠那一天 所召開的會議 是沒有效的 立法院議事錄的出稿 記載的 當天現場 一片混亂 當我們的馬總統 或是江儀化院長 在指責這一群年輕人 破壞法治 踐踏民主的時候 我們想要說的 我們想要問的是 馬總統 江院長 你們可曾摸著自己的心 告訴大家 到底是誰在踐踏法治 到底是誰在傷害民主 如果沒有 這群年輕人 這樣的驚天一擊 我們今天 在這邊討論的是 福茂 已經視為完成審查 到今天為止 這群年輕人 以及NGO的團體 我們所提出來的訴求 非常的清楚 非常的明確 就是兩岸協議監督的機制 必須要法治化 一定要法治化 如果沒有法治化 我們過去所出現的錯誤 未來一定會再發生 第二 你必須要等到 這一個國會審議監督的機制 法治化以後 我們目前才有 法律的基礎 才有制度性的程序 可以針對福茂 來進行實質 而有意義的 逐條逐項的審議 這兩個訴求 在過去這段時間當中 可以清楚的 在各個民調當中呈現出來 得到了八成以上 台灣人民的支持 理由很簡單 因為這個法治的要求 這個民主程序的践行 是我們目前生活上 台灣的人民所共同擁抱 共同信仰 共同希望可以維護的 民主的精神 民主的價值 只不過 只不過 在過去的這一段期間當中 我們看到了我們的馬總統 我們看到了我們的江院長 他們一方面不肯 對於過去 那樣子粗暴的 踐踏民主價值的作為 道歉認錯 另外一方面 對於學生們 所提出來 要去維護 台灣核心 民主法治價值的 兩項訴求 一直不願意 提出積極正面的回應 江院長說 目前行政院 已經就兩岸協議的監督 跟執政黨的黨團 建立了所謂四個階段 的監督審議機制 那問題是 其實各位 只要仔細的過去流覽 在過去九個月當中 針對福茂的審查 我們的行政院 我們的馬政府 他所提出來的審議方式 可以一變再變 從現實包裹表決 到逐條逐項表決 到直審不刪讀 到30秒可以視為完成審查 到現在 最近所提出來的 四階段的審議機制 會讓我們大家開始懷疑說 針對這麼重要的兩岸協議 為什麼 我們的政府 它可以一再的改變 基本的程序 改變基本的遊戲規則 一變再變 那個理由就是 還沒有法治化 我們還沒有一個清楚的法律 就兩岸協議 到底要怎麼樣子 來加以審議 怎麼樣子來加以審查 定出清楚的遊戲規則 老實說 我覺得這一群年輕人 他們所提出來的要求 不僅合理 而且可以說是相當的卑微 我們要的 只有一個制度性的審議程序 讓社會上面 對於服貌 不同的看法 不同的意見 到底是不是要整個 退回重啟談判 還是說 針對裡面的哪一個產業 不應該開放 可能會危害到我們的民主自由 可能會傷害到我們的弱勢族群 可能會去危及到 我們未來青年 他們就業 能夠實質地反映在 這個民主審議的過程當中 但是 儘管經過了這麼多的努力 越來越多的人支持 越來越多的青年學子加入 占領立法院的活動 我們的馬總統 我們的江院長 在過去這幾天的時間當中 讓我們看了真的傷心 這麼基本的要求 為什麼不肯承諾 為什麼還要用黨紀 綁住自家的立委 禁止他們承諾 先完成立法 再來審服貌 以及其他以後的兩岸協議 不斷地透過媒體 進行政治操作 在這樣的情況之下 在這樣的情況之下 我們沒有其他的選擇 沒有其他的選擇 除非我們今天選擇 我們已經努力過了 我們摸摸鼻子 我們放棄 就這樣吧 但是我在國會殿堂裡面 所碰到的年輕人 有些人真的累了 但是他們的心還沒有累 他們不願意放棄 他們認為這樣子的要求 超過八成的台灣人民 都支持的訴求 我們怎麼可以讓我們的政府 繼續的默示 我們怎麼可以讓我們的馬總統 江院長繼續充耳不穩 視而不切 因此 3月30號 這個禮拜天 我們號召全國的人民 不管你是學生 你是爸爸 你是媽媽 是爺爺 是奶奶 你在從事的是餐飲業 美容美髮業 出版印刷業 各行各業的人民一起站出來 今天已經不是贊成 或者是反對服貌的問題而已 今天所牽涉到的是 台灣最根本的民主價值 民主的底線 我們是不是可以守得住 當然在過去的這段時間當中 有很多人 試圖用不理性暴力的方式 不管是黑衣人 飆車主 放鞭炮 拿西瓜刀 在議場的周圍 持續的去進行 騷擾的活動 我們在3月30號的 這場活動的定調 非常的清楚 溫和 理性 就像反核456一樣 我們雖然溫柔 但是我們一定很堅定 我們希望公開的表示 我們不會去推鞠馬 我們不會去為難任何職勤的警察同仁 我們也不會超越我們希望活動的範圍 就在這個政府允許我們的範圍當中 我們大家一起團結在一起 告訴我們的政府 告訴我們的政府 先立法再審議 是我們大家共同堅持的要求 去年的時候 在8月3號 25萬人集結在凱道之前 前一天晚上 馬政府很堅定的說 軍事審判法絕對不能修改 8月3號 25萬人出現在凱道上 那個場景 感動了所有台灣人民的心 我們希望 3月30號的時候 我們可以再度展現那樣的力量 告訴我們的政府 這是我們的底線 我們絕對不會再退讓 但是我們絕對不會 用任何暴力的方式 來表達我們的訴求 我們下午1點鐘的時候 開始在凱道集合 我們希望 可以讓參與的人 從凱道 蔓延到中山南路 再蔓延到濟南路 再蔓延到青島東路 跟我們到目前為止 繼續還停留在 還守在 國會議場 為我們全台灣的人民 在守護台灣民主的學生們 連在一起 我們那天晚上 邀請到了非常多台灣各行各業 熱心的朋友 支持的群眾 跟大家一起進行這一場有意義 人民站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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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立法 再審議的活動 如果各位反核456的朋友 也認同這樣子理念的話 再次拜託大家 3月30號跟我們一起站出來 謝謝